请问医师 我平常都不会痛 也没有不舒服 为什么一确诊就是癌症末期 我是不是疏忽了什么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那很多癌症病患跟家属 在门诊诊经的时候 就会跟吴医师问说 为什么诊断的时候就是癌症末期 那其实第一个部分 我会跟病患跟家属会做一个澄清 那其实很多病患在诊断的时候 其实算是癌症第四期 但他们会把第四期癌症 跟末期癌症把它划上等号 那在其实在我的个人的经验 跟观点里面 我觉得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名词 那癌症第四期 只是在医学上的一个分歧 比方说它已经扩散 转移到其他的器官 这叫癌症第四期 但癌症末期 其实根据这个医学的定义来说 医学上预期它的存活 剩下三个月 或者六个月以内的一个时间 那才称为末期病人 或者癌症末期 那所以很多癌症病患在一开始诊断的时候 它并不是癌症末期 因为目前的一些医药的发展 包括标靶药物 免疫治疗 以及传统的化学治疗 其实很多癌症病患 可以活三年五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那甚至连第四期癌症 都有机会来治愈 在这样情况之下 我不认为一开始都还没有做过治疗 刚诊断就认为它是癌症末期 那我之前有个病患 他是一个八十岁的男性 那一开始是因为骨头痛 那个手臂痛 骨头痛这个地方很痛 那去急诊 那急诊发现它有骨折的情况 那外科医师帮他开刀 发现它是癌症转移 那我帮他做了全身检查 发现原来它的原发部位是肺部 所以它是一个肺癌 骨头转移的一个病患 那在这样情况之下 其实它肺部完全都没有症状 因为它肺部肿瘤 大概只有两三公分非常小 所以完全没症状 那这样情况之下 它就算第四期的癌症 那骨科医师刚刚说 你这就是末期病人啊 可能只能活半年 那在二十年前 就只有化疗的时代 的确这样的案例 可能就只能活半年 但现在我们有更好的一些武器 包括标靶药物跟免疫治疗 这病人开始吃标靶药物之后 其实活了 大概活了三十年 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持续在吃药 那其实在中间回诊的过程中 他其实问我 我是不是快死了 那时候我想说 他治疗效果那么好 怎么会快死的 他就跟我说 因为之前骨科医师 跟他说他只能活半年 那我现在也差不多半年了 是不是就快要不行了 我刚说你治疗效果那么好啊 怎么可能 就是只有活半年 我跟你保证 你这活超过好几年以上 那的确他现在 其实都每天都去爬山 然后到处去游山玩水 其实身体都很健康 那每天吃一个标靶药物 也没有很强的副作用 所以其实一开始 大家的确会担心说 为什么我在一开始诊断 就那么严重 那的确有些病人 一开始诊断第十期 但只要努力的治疗的话 其实还是会有一个 不错的预后 那回到这个问题就说 为什么这个 有症状的时候都是晚期 因为以肺癌来说 我们肺部其实 很大的一个器官 我们大概十几二十公分 那可以想象中 如果里面只有一颗 大概一两公分的一个肿瘤 甚至只有三四公分 其实病人 其实是没有什么症状 不太会咳嗽 也不太会喘 那除非肿瘤越来越大 造成肺部积水 这样才会有一些 就是咳嗽啊传的症状 怎么样早期发现 唯一的方式 就是做好一个健康的管理 包括避免一些不好的东西 包括烟酒 槟榔 那另外你有一些危险的因子 要定期做好一些健康检查 那目前政府 国舰局有些免费的健康筛检 包括这个口腔癌的筛检 包括潜血反应 包括乳房的摄影 包括一些抽血超音波 其实这些都是蛮重要的 一个健康检查 那最近政府在推 将来可能会高危险 得到肺癌的这些潜在性的病患 应该说健康的民众 那在健康民众下 其实可以建议去做 这低剂量的电脑断层 发现一些早期的肺癌 那可以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才不会说真正 发现癌症都是一个比较晚期 甚至末期的一个情况 所谓的财物 效应 感谢观看